這個月剪片剪得有比較多支 就是有幾支是比較久以前拍攝的 跟我當兵前已經拍好了 然後我現在再把它搞定 那那個部分已經算是95%搞定了 還剩下幾個小短片需要去詢問一些版權的問題 然後還有另外一支片就是比較算是有難度 就是有好幾個小時的片段 然後他要把它剪成 就是有點像現場紀錄的東西 然後他想要完整的呈現還原現場的狀況 就是他現場時間一刀一刀都不剪 他裡面講的內容就是現場紀錄的部分 那他這個東西呢 他想要穿插什麼東西 因為不是我拍的是別人給我 然後我只負責剪輯 所以我其實不太知道他到底拍了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很多零零碎碎也很難去 就是知道到底是哪一個部分 他也沒有用time code 那就是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那還好客戶那邊他還蠻清楚 他拿一個段落在做什麼東西 然後該穿插到哪個部分 我覺得他還蠻用心的 就是他有想要把這個東西搞好 那我覺得就還好 然後就幫他啦 就是因為其實我沒有收多少錢 超少錢的 然後但是我就想說 他有這個還不錯的想法 然後他也用心 他也願意花他的時間 跟我一起線上剪輯 我覺得就還不錯 那線上剪輯我們就可以即時互動說 嗯...我覺得這邊好 他覺得那邊好 然後我們就大家拼拼拼拼 那我覺得有一個重點就是剪輯的時候 你要學會跟客戶說 不...就是...不好 就是... 啊...為什麼不好 我們要提出一個 呃...就是我們要說服他說 為什麼我覺得你這個想法不好 那我...如果他不相信的話 我就可以馬上... 呃... proof給他看 就給他看說 喔!為什麼這樣不好 那他做這樣子交叉幾次之後 他就會信任我說 欸!喔!你講的其實是有道理的 那為什麼你會這樣子想 對!就是... 即時剪輯 你可以跟客戶互動 學會說不 喔!這個就還蠻重要啦 不是說什麼東西 他說這個要放大 那個要穿插進來 那個想要放在這裡 然後你全部都說 OK啊!沒問題 那你這樣剪出來就會變一坨垃圾 就是...我們是為了... 傳達一個故事、一個內容 而不是就是他想要怎樣就可以怎麼樣 就是一個... 對啦!就是... 經驗分享